3 2 1 为落实永续共融希望首都的城市愿景 台北市长蒋万安10日宣布 北市府率全国之先挂牌发行社会责任债券 共25亿元 将全数用于北市捷运建设与环境改善 蒋万安表示 虽然社会责任债券利率较低 但企业购买后是公司治理 绿色金融等ESG评鉴非常重要的指标 在这里我要正式向大家宣布 台北市政府是领先全国 率全国之先甚至领先中央 成为第一个政府机关 正式挂牌发行永续发展战 这不只是代表台北市政府 我们推动永续发展 进行碳牌的决心 更是要让世界知道 台北市政府愿意呼吁 全球金融碳牌 一旦永续的行动 我们会全力以赴 大家可以看到永续共融 希望守租 这是我们新事务团队上任之后 对于未来市政破坏愿景 非常重要的方向以及指标 所以我都请团队都要动起来 我们未来推动进行碳牌到2050 我们希望阶段性完成目标 包括居住 包括交通 包括环保 今天包括预测金融 全面往前迈进 所以我们正式发行永续发展的债券 永续债 也就是相较于公债 它的利率比较低 那同样的 我们希望透过绿色金融 创造三营的局面 也是对于政府 对于市民 对于企业 能够三营 也就是对于购买 永续债的企业来讲 它可以列为 我们金管会 包括公司治理 永续金融非常重要的指标 也是以ESG参考的合物 另一方面 我们这一次所募得的资金 也会用来台北市监运新建 其实监运的新建 对台北市来讲 这是持续的工作 我们已经有非常绵密的监运网络 当然它提供市民朋友 便捷安全舒适的利用书 交通设施 每间有将近200多万的人次 而且能够带动 我们金融国座周边 快速的发展 而这一次 我们有三个 亮点三个第一 除了刚刚讲到的 率全国之先 领先中央 第一个政府机关 化牌发行有需展 第二个 我们与国际接规 也就是在我们整个规划 国际计划书里面 我们是以联合国 SDG指标来对接 包括了SDG9 SDG11 也就是包括工业化的新创 以及基础设施 以及第11项 我们致力打造 包容 永续 韧性 特质的城市 那第三个亮点 我们也符合 现在这个资本市场 协会他们所定的最新指标 也就是未来物质追踪 资金本身的用途 以及以外 它所产生的效益 成果 所以我们三个第一 我们相信 让大家看到 我们推动 永续发展的决心 另一方面 我们也让大家看到 我们愿意 为永续发展而努力 财政局表示 社会责任债券 是永续发展债券的 其中一种 由于台北捷运 每天有近200万人次搭乘 北市府发行 社会责任债券 可引导国内资金 投入具高度社会效益的 捷运入网建设计划 永续债 它底下有很多的细分类 包括社会责任债 还有绿债等等 但是它的核心价值呢 就是要透过发行公债 将所募集的资金 全数运用在 具有环境效益 以及社会效益的资金 今天 北市府选择发行 社会责任债 就是因为 我们台北市 绵密的揭入网 我们希望让它 不再仅仅是运输 更可以深化 作为是 我们提升 整个环境的教育 也可以是一个 大家可负担的 一个基础的生活设施 让这个安全 便捷 舒适 费用低连的 这个结育设施 成为我们台北市 永续发展的 重要核心基础 今天我们发行 永续债 吸引了20家业者的 永运月参与 用实际的资金行动 来支持我们的 捷运建设计划 我们所募的资金 总额是25亿元 加钱平均利率是 1.237% 除了利率地之外 刚刚如同市长这边 跟各位媒体朋友 还有各位对宾说明的 我们的三项首例 那这三项首例 真的是创下全国的 这个先例 今天能够顺利发行 要感谢的人 实在太多 是大家共同努力的成果 财政局表示 北市府发行的 社会责任债券 是国内政府机关 挂牌的首例 也是首例将计划书内容 与联合国永续发展目标 SDGS连结 同时也向世界宣告 台北市永续发展 净零碳牌的决心 记者领席会台北报导 是转租发展目标